这个威士忌就是会有大概20年的味道 有那个比较老一点的酒的味道 那你问我如果有20年的老酒的味道吗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ya Myba 今天呢我会分享给你们一个比较特别的威士忌 而且是美国博本威士忌 它就是Bespoken Spirit 它就是一个快熟科技的威士忌 喜欢我的频道 喜欢你的频道 永远订阅跟爱情小频道 还有超级感谢哦 好 这个礼拜我就是想分享这个比较特别的美国博本威士忌 就是现在在美国比较流行的那些快熟威士忌 就是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就会把这个威士忌 它只是一个两年的威士忌 可是做了他们的特别的工艺或处理中 这个威士忌就是会有大概20年的味道 有一个比较老一点的酒的味道 所以等一下我会分享给你们这个威士忌的感觉如何 是不是真的有老酒的感觉还是一样是一个很年轻的威士忌 好 这个威士忌 它在酒标里就是有写 它就是straight bourbon whiskey 这个在美国法律 如果你放在酒标上就是bourbon whiskey 它应该至少要两年在项目中收成的 那这个公司Bespoken Spirit 他们就是有买两年的bourbon whiskey 从一个不明的酒厂 不知道他们没有公布是哪个酒厂 反正他们就是要买两年的bourbon whiskey 这样子他们就可以放在他们的酒标 这个算是bourbon whiskey 那他们有在加工大概两天的他们的快手方式 所以把这个酒不会感觉那么年轻 就是不像两年的威士忌 而且他们会通常说 这个可能是20年 有20年威士忌的味道 所以是蛮酷的一件事 因为如果你知道 从以前就是威士忌酒厂的最大的成本就是什么 时间是你的最大的成本 对 就是时间嘛 时间因为你要等大概三年 在苏格兰就是要等三年 美国要等两年 才会可以装瓶就开始赚钱嘛 所以要开一个酒厂 就是你要有那个成本 可以撑个三到五年 没有赚钱的情况才能撑下去 这会让时间是你的最大的敌人 可是如果有这个新科技 这个快手的方式就会把它品质变高 而且成本压低 这样子是应该是对消费者是比较好的 可是我认为很多那个比较传统的那个酒厂 就是可能会生气 会以为这个就是一个怪兽的威士忌 然后会很排斥的把它压下去嘛 就是应该会说 哦 这个不好喝 冷了 反正我现在就是很开心 有这个机会去分享这个快手威士忌 的科技给你们观众 因为我大概其实三年 有在开始看这个 我在YouTube其实有看到一集就是一样 他们就是说一个两年的威士忌 或是用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可以把一个威士忌喝起来 好像20年的老酒 好 那这个威士忌就是从美国来的 而且就是我一个好朋友Tim Chan 就是有帮我带回来 所以谢谢Tim Chan 就是帮我拿回这个Bespoken Spirit 而且就是很大方的送我 好 那我们来再稍微讲一下 这种快手方式的威士忌是什么 这样子会比较懂 为什么这个对传统苏格兰威士忌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 第一个部分就是传统威士忌的酒厂 他们的概念就是把酒放在橡木桶里面 然后就慢慢去收拾用时间 可是呢 这个新科技的方式 他们就是把它反过来 所以就是很酷的 他就是把木块把它烧焦 然后泡在那个酒体里 然后就用他们的科技 那这个科技是什么呢 有三个方式可以做这个特别的效果 或是工艺去快手威士忌 第一就是用很很强的灯 去照那个酒体跟那个木头泡在酒体里面 然后大概等两个礼拜 就是让他这样去吃鸡那个木头跟酒体 这样会有那个对话 比较快对话 然后第二个就是用超音波 刺激那个木头 那个那块木头跟酒体 这样子会比较快收成嘛 那些味道会比较快的取出来 从木头取出来 第三就是用高温跟高压 就是好像高压锅嘛 高压锅就是去炖牛肉就很快 大概20分钟就很软了 不像传统的瓦斯 你可能要炖个半天才会变很软 所以这个的优点就是 第一就是没有那个 完全没有天使碎 就是Angel's Hair完全没有 因为他们就是用两三天的时间很快去做这个 处理这个过程 就是做这个快手过程 然后第二就是一样 时间时间就短很多 然后第三橡木桶就会利用的比较好 因为它就是一块泡去那个酒体里面嘛 所以全部360度的木头就泡在酒体里 就是很快的收成 这样成本比较低 因为如果你还要去弄一个橡木桶这样子很大 那只有里面就是有那个酒跟木头的对话 可是这个快手的就是整块木头就有跟酒在对话 所以这个效果是他们说比较好的 好吧 那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来开始闻香这个快手威士忌 Bespoken Spirits 它是47%酒精浓度 然后它这边是有写Straight Bourbon Whiskey 所以它是没有冷凝过滤跟也是没有调色 它这边只是写Colored and Flavored with New Charred American Oak Stave 好 那我们来开始闻香这个Bespoken Spirits 闻起来它就是蛮传统Bourbon Whiskey的 就是有那个很香的橡木桶的味道 焦糖肉桂然后黑糖系列 可是它真的闻起来是蛮柔顺的 完全不像年轻的酒 因为对我来讲年轻的酒就是有那种指甲油嘛 就是那种油漆的味道 或是好像心脂香的味道 可是这个完全没有 而且它闻起来不会呛那个你的鼻子 是蛮温和的一个两岁的Bourbon Whiskey 好那我们来喝一下吧 它喝起来算是一个蛮柔顺的一个威士忌 就是一个蛮好入口 而且你喝下去 尾韵很长的一个威士忌 它真的很不像一个两岁的Bourbon Whiskey 如果是两岁就是会比较辣 可是它算是很顺的 就是以两年的威士忌这个表现 是蛮厉害的 那你问我如果有20年的老酒的味道吗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Bourbon Whiskey 我对Bourbon的Whiskey的经验就是那些卧府啊 然后也是有那个飞鷹 一个Rare 十年 对我来讲这个不会输 完全不会输 好我再喝一下 它就是有很香的那个心香木桶的味道 我最喜欢美波就是有那个很强的木质调 就是橡木桶的味道 就是好像一个橡木桶树砍下来 那个香气就是在这里面 然后有那个肉桂 然后有奶油 香草很强 就是很强的香草味 就是好像香草冰淇淋的味道 然后也是有坚果 杏仁 其实说真的以前的美国Bourbon 我没有闻过一些果香味 可是这支就有那个 好像水果果香的味道 很香 总之来讲 如果要打个分数 我是没办法打分数 因为我对美国Bourbon没什么经验 可是以喝下去的这个经验 我对这个Bespoken Experience的印象是蛮好的 对我来讲是不错喝 还蛮好喝 而且我记得它的价格好像不超过50美金 在美国50美金的威士忌 就是很便宜的 算是蛮便宜的 而且如果他们科技越来越好 一定那个成本会可以压根低一点 那你觉得呢 你们觉得 如果有这种快手威士忌可以买 你们会愿意买吗 还是你们会排斥还是很支持那个传统 熟成的苏格兰威士忌 或是传统的美国Bourbon威士忌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讨论 因为这个快手威士忌 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话题 对我来讲是很有趣的 好 那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